调好调好宽度和高度以后 我们现在开始穿模 我们的卷模呢 是双层的 穿模呢 开口 这个开口朝右手边 记住反卷模开口 朝右手边 这边我们有刻度 有八条刻度 八条刻度呢 是根据你产品高度来调整的 我们现在拿的盒子是六公文高的 那就是放在第三根刻度尺上 两公文高的就放在第一根 四公文高的就放在第二根 现在我们是六公文高的 就放在第三根 把这根挡杆挡住 再把这根挡杆 也挡过去 留两个毫米 不要把这个膜给夹死了 调好这个宽度以后 我们现在开始穿模 第一步从这个大的这根不锈钢管上下来 下来以后到 毛刷 从毛刷那边穿过来 穿过来以后 从这根杆的下面 这根杆的下面 走过来到胶滚筒 从胶滚筒中间过来以后 先走这根滚筒 从这根滚筒的里面 再转下来 绕过这一根 再绕到这根上面 绕下来 好 这根是分膜杆 是把两根膜分开的 把它调到对折的位置 再从这根杆上过去 这根杆上出来 好 拉到大概 这个位置 到这个膜的位置 大概30公分 放下